欢迎收看4月8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恩汝 4月8号是台铁太鲁格意外事故投窃的日子 全国火车产业工会 为了悼念司机员袁存修 江沛峰 全系列车将在上午9点28分同步鸣笛 向英勇的司机致敬 另外在市立殡仪馆举席投袭法会 交往部长林家荣 国民党主席和花莲县长都前来参加 表达最深的质疑 台铁太鲁格意外事故发生第7天 8号上午9点28分 全台火车鸣笛吴妙哀到 送罹难者一路好走 鸣笛长达吴妙中 向罹难的司机员袁存修集助理 司机员江沛峰表达深深敬意 因为今天是我们两位同仁的头期 那别同时代的用意是 就悼念两位同仁 今天我们一直把列车的速度往上提升 但是呢并没有去真正考虑到说 我司机员在我的有效事机之内 我能对突发状况 比如说义务闯入 还是我的线路上有行人 还是其他车辆进入的话 我的反应能力 那真的是不足的啦 赶快征设一些征测的系统 还有告警的系统 让我司机员能及时的 知道我的行车的前进方向 它的状况是如何 不要再等到任何事情 通报到调度所再回报回来 那都来不及的 戴着口罩眼神悲痛 家属身穿黑色上衣参与头期法会 太罗格号列车出轨意外 造成50人不幸身亡 超过200人受伤 8号是亡者的头期 华联县政府举办功德法会 包括罹难者家属 以及地方人士出席 面对媒体提问 交通部长林家龙相当低调 林家龙低调至说句谢谢 8号下午法会开始 林家龙代表清政院长苏贞昌出席 和华联县长徐正蔚坐在一起 不时低头交谈 两人也一同在罹难者灵堂前上香 现场还有国民党主席江启臣 以及立委叶玉兰等人 都出席追思法会 家属双手合十 泪水直流 忍不住 悲伤情绪 华联县长徐正蔚 看见家属背痛模样 也跟着一度红了眼眶 甚至在点阻一试时 拿着朱笔忍不住含泪战斗 头期法会请来法师送金等仪式 摆放108周的贡品与英纸 现场聚集罹难者家属 场面相当哀期 而不少家属已经回家 不愿再重返伤心地参与法会 事故过后第七天 按照习俗举办头期 但多数家属悲伤的心情 恐怕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来抚平 就这组合报道